是發宗的原因 大家好 早安 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持續為大家帶來的是 決戰時裝生產台第16技那些人去哪了 這集將會為大家帶來本季最奇葩的姐妹花 而這兩位選手可以說是從出生一瞬間就形影不離 因為他們是雙胞胎 但各位觀眾完全不用擔心分辨不出兩人 因為他們兩個除了唇高色號跟智商相同以外 基本上就是兩個選手 有頭髮的是姊姊名為Claire 沒頭髮的是妹妹名為Shawn 儘管外表有所差異 兩人講話的方式確實完全一模一樣 口頭禪還都是Indie的 偶爾還會突然的同步率百分之百 不去說相聲實在太可惜 卡米蒂歡迎你們 不然開機甲去打快之後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而兩人從小一起長大 又一同成為服裝設計師 兩人也合開了一間工作室 有幫凱蒂佩瑞做過衣服 感覺應該是混得不錯 不過礙於兩人的身份過於特殊 第一集的時候不少選手 都問他們是以怎樣的身份來參賽 兩人堅定的表示姐妹倆各自為戰 絕對不會讓比賽不公平 但後續的比賽 這兩姐妹的瘋狂表現 也逐漸的讓其他選手陷入癲狂 使人Sense狂調 接近他們的智商都會被同化 是繼地獄廚房Alice之後 又一刻蘇魯般的古神存在 首先大家要知道 雙胞胎私底下的工作習慣 兩人的分工方式是這樣的 Sean負責設計跟出一張嘴 以及靠北姐姐 Claire負責動手跟靠北妹妹 所以姐妹倆的優缺點 也就相對來說明顯 姐姐缺設計能力 妹妹缺動手能力 而照理來說 兩人就是要在比賽中克服自己的缺點 成為一個更完整的優秀設計師 但雙胞胎根本沒有這麼想 他們前面說要各自為戰 根本就是在唬爛 這兩人在比賽的過程中 跟磁鐵的正負極一樣 媽的黏緊緊啊 第一集還沒有那麼誇張 但第二集的團賽是個關鍵轉捩點 本場比賽是特殊物品挑戰賽 一共分成三組一組五人 而雙胞胎也非常湊巧地 被安排進了同一隊裡 比賽開始後 雙胞胎輪流發力搞隊友 一開始由妹妹Sean擔任開路先鋒 他不斷地嫌棄隊伍的所有想法 但靠北的是 他自己也提不出什麼有建設性的想法 就是單純的散播負能量 啊這個我好討厭 你那個我也好討厭 我更討厭你 而Sean也真的是沒什麼心在比賽 自己的衣服都不做 一直跑去幫忙姐姐 到了隔天 大部分的隊友都已經完成了九成 但Sean還是一件成品都沒有 於是隊伍的所有人 都跑來幫Sean擦屁股 而Sean會如此的消極 也不是真的覺得隊伍的作品有多差 只是單純的因為 他自己上一場比賽墊底 這局找不回狀態 沒錯就是因為這麼無聊的原因 把整隊搞得水深火熱 於是隊伍的墊底也是可以遇見的 結果尷尬的是 Sean的成品是系列裡頭還算OK的作品 不過神奇的是 這件大部分的成品都不是他自己做的 那Sean做了些什麼呢 他只做了自己的裙子 跟把別人的裙子塗成銀色 就這樣而已 哇靠你他們油漆弓啊 因為他們在這場比賽中 一直在幫忙雙胞胎 眾人早已心生不滿 原本好好的作品 為了配合Sean也全都變成了四不像 面對此種質疑 雙胞胎選擇抱團 並同時擺出不屑的表情 此時姊姊Claire跳出來幫Sean站台 他表示Sean非常不擅長 跟這麼豐滿的模特兒合作 這對於他來說是個全新的體驗 鏡頭一轉 這叫豐滿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於是乎 雙胞胎決定同一個鼻孔出氣 他們決定把淘汰票投給其他人 而最後淘汰的人 非常倒楣 是這個戴帽子的小哥 他因為一直到處幫大家的忙 最後自己的設計只能草草了事 但從這場比賽以後 兩人像是醍醐灌點一般 選手兩人只關在屬於自己的小圈圈中 也就從第三集開始 姊妹倆的互助行為變得非常明顯 完全沒有跟你在演的 好 這裡我要講一下 其實在節目中 互相幫助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從畫設計圖到採買布料到衣服製作 都可以看到選手們 互相討論互相給建議的畫面 但選手間的互助行為 我個人看下來都算有分寸 幫也不至於幫的太誇張 頂多就是互相借個東西 或者縫衣服的時候幫忙扶一下 最最最大的極限就是 互相給設計建議 不過依然看得出來選手的作品是各自完成的 但雙胞胎的情況則完全不是這樣 他們比賽給人的感覺是 兩個人完成兩套設計 比賽前他們會一起畫設計圖 比賽中姐姐會連妹妹的衣服一起順便縫一縫 而且這個情況已經嚴重到 其他選手要刻意出招拆散他們 本集的第六集比賽內容 是要將選手分為兩個陣營 分別是天使跟惡魔 但這場不是團賽 只是每個選手會有不同的主題 分配陣營的人是上一場比賽的優勝選手 他已經煞費苦心的 將天使主題給姐姐Claire 並將惡魔主題給妹妹Shawn 儘管已經做到這樣了 卻依然阻止不了他們的組隊 然而你說他們真的對此沒有任何想法嗎 那你就錯了 Shawn曾經在專訪的時候大啦啦表示 我會認真的幫忙Claire 等一下Claire才能來幫忙我 甚至有一場比賽還被Tim爆料說 要不是沒時間 Claire會幫Shawn另外做一條長褲 總之他們兩個完全就是把單人賽當成雙打在比 而且對此毫無回憶跟愧疚感 並且認為理所當然 而這種踩在違規界線的灰色行為自來也引來了其他選手的瘋狂論戰 紛紛都認為雙胞胎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節目精神 也因為雙胞胎的抱團情況真的太誇張 其他選手也時常在專訪的時候對他們冷嘲熱諷 像是如果我有個姐姐那就好了 或者哎呀我也好希望有個人來幫我啊 每個人都像喝了一桶酸梅湯一樣酸得要命 卻又對雙胞胎的行為無可奈何 除此之外眾人會對雙胞胎如此反感還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他們太吵了 兩人真的是移動天災跟颱風一樣鎖精之處無一倖免 這件沒有雙胞胎的工作室才叫可以工作的工作室 有雙胞胎的地方那叫菜市場 只差沒有唱歡羅喜鼓隆隆隆隆隆 不然我真的以為在過年 曾經有個選手給了一個超級恰當的形容 看雙胞胎工作就好像是一個人的頭被砍下來 然後到處再找他的下半身 不過兩人與其說是合作 倒不如說都是姊姊Claire在做事 Claire非常的慘烈 每一場比賽Claire不僅要搞好自己的衣服 還要幫妹妹Sean做衣服 而且更慘的是Claire每一次自己的衣服都做不好 反而是被代工的Sean在後面的比賽都拿了不錯的名次 這情況已經誇張到我會懷疑Sean是不是根本就不會做衣服 單純出一張嘴剩下的全浪姊姊外包 而這種混雜無序的工作模式 導致Claire後期的戰績 也在第五集的時候進入了敗者名單中 這集Claire表現得不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一直在幫妹妹做事 而且在這場比賽過後Claire瘋狂吞下三連敗 其原因都是因為他不停的在幫妹妹Sean做衣服 至於Sean不僅沒有墊底還能頻頻拿下前三 真的是只要爛得夠徹底自然會有人幫你擦屁股耶 我原本以為這樣的情況會一直到其中一個人被淘汰才會結束 而且以他們的分工方式姊姊Claire一定會更早被淘汰 但結局卻讓人出乎意料 而且來得比我想像中的更加出不及防 第七集是本季的第二場團隊賽 但與上一場的多人團賽不同 這次是兩人一組的小團賽 沒錯 跟你猜的一樣 雙胞胎兩人再度攜手同隊 其他人到這個時候也差不多放棄了 反正也阻止不了他們組團 那就乾脆讓他們同組要害也不要害到其他人 Sean依然是老樣子出一張嘴 做事的依然是姊姊Claire 但妹妹詛咒依然無法擺脫 不過姊姊Claire這次終於學乖了 她開始意識到不能繼續凱瑞妹妹 這只會導致自己的處境越來越危險 於是一直以來都很呵護妹妹的Claire也難得動了氣 不過我倒是覺得很有趣 單人賽不該幫的時候拼命幫 現在雙人賽真的要合作的時候 才搞分裂 這個時機點我怎麼想都覺得怪怪的 不過我當時是蠻期待雙胞胎這場比賽的表現 因為這是他們平常最熟悉的工作模式 結果他們的成品超級普通 完全被其他組屌打 於是乎本季最精彩的Drama之一出現了 那就是雙胞胎是墊底雙人組 這意味著評審勢必得從兩人擇一淘汰 看到這裡我真的是全身舒暢 終於可以不用再看到雙胞胎鬧劇了 但評審再度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Claire、Sean你們其中一個會被淘汰 但不是現在 聽到這句話我差點翻桌 幹不要再留他們了 原本以為製作組為了收視率良心被狗啃了 結果評審只是想知道姊妹倆到底誰比較爛 所以安排了一場一小時的加實賽 最後再來決定要來淘汰誰 這也是雙胞胎在劇中頭一次的正面對決 而且評審還特意提醒 絕對不能互相幫忙 於是乎加實賽正式開始 這是一場姊妹互殺的殘忍劇情 Claire明白比賽的嚴重性 這已經不是可以姊妹情深的時候了 但妹妹Sean沒了姊姊的幫助 瞬間沒了方寸 他拼命的抱怨著評審給了賽制 一直丟垃圾畫給姊姊 Claire人也是好 一邊做還得擔心這個長不大的妹妹 Sean這邊把布料左批右批 反觀Claire這邊大致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於是崩潰的妹妹Sean開始爆哭 並且把Tim給找來 並宣布姊姊Claire才是真正應該留在比賽中的人 而Claire聽到妹妹這個決定也流下了眼淚 是的沒錯 Sean在沒有做出任何設計的情況下 選擇離開比賽 其實這段劇情我個人是一點想哭的感覺都沒有 甚至還有點想笑 上一次有姊妹細祥的實境秀比賽 還得追溯到小小儲神第六季的Olivia跟Rame 人家兩個是怎樣 一個10歲 一個12歲 卯足全力撕殺到最後一刻才分出勝負 才上演了兩人在門口相擁的感人畫面 但這兩個不是 實力不好他們硬要三勤 不是我想嘴Sean 但你真的有辦法獨自做一件衣服出來嗎 Sean給我的感覺不是不想打 而是打不了 感覺你沒了姊姊啥都做不出來 前面大家質疑你是靠姊姊的能力進前三 這次好不容易有個機會證明自己 媽咧直接投降啊 雖然整場比賽我都覺得市場鬧劇 但舒服的是總算是淘汰了一個 而且留下的是實力感覺比較強的姊姊Claire 或許沒了妹妹她就沒有必要打得如此綁手綁腳 可以全心全意做出自己喜歡的設計 但現實再度打了我一巴掌 因為在像被淘汰的下一集Claire也緊接著被取消了參賽資格 對沒錯不是淘汰喔是被取消參賽資格 而且整件事情再度讓我感到荒唐 這起事件除了主角Claire以外還有兩名人物 分別是上一集有介紹到的瑪格莉塔 另一個則是這位奶油小生Michael 兩人因為都會說西班牙語的關係 在劇中成為了不錯的朋友 兩人也常用西班牙語說一些小秘密 比賽開始後瑪格莉塔就發現Claire的設計 跟她上禮拜做得非常類似 這就搞得瑪格莉塔很心煩 不過在Tim親自指導過後 Claire將設計大改 至少我個人是覺得沒有抄襲的問題 此時又發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Michael偷偷的用西班牙語跟瑪格莉塔說 Claire把褲子藏在了廁所裡面 至於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待會將會真相大白 本場比賽可以感覺到評審明顯在搞事 因為這場比賽的冠軍是Claire 雖然她做的不差 但更好的設計我認為大有人在時裝中肯娘Nina 也覺得Claire做得很普通 把冠軍頒給她的唯一目的 我個人猜想只是想製造Claire沒了妹妹 其實實力還是不錯的錯覺 而在評審稱讚Claire的過程中 瑪格莉塔一直啞巴吃黃 這裡我原本想說 啊就沒有抄襲問題了 你實在不爽什麼 結果當評審正式宣布Claire 成為本場比賽的冠軍時 奶油小生Michael直接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比賽會場 明顯對於Claire獲得冠軍儀式非常不爽 面對Michael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球 評審製作組一時之間都反應不過來 於是評審開始盤問起了瑪格莉塔 因為她好像知道些什麼內情 但瑪格莉塔實在是不想當搞事的八婆 其實不只瑪格莉塔 台上的其他選手似乎也都知道一些內幕 於是我們將目光轉到後台 Tim親自找上了Michael 他想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Tim的開導下 Michael也將整起事件娓娓到來 而且一爆就是震撼彈 Michael表示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Claire的作品 會發現他所有作品都是抄襲而來的 至於抄襲什麼呢 他們抄襲自己穿過的衣服 或者他們衣櫃的衣服 注意這裡說的是他們 所以兩姐妹的比賽方式可能差不多 但這件事情被Tim給反駁 因為參考自己穿的衣服 是完全符合比賽規則的 沒錯 光是這樣的發言是很難對Claire定罪的 於是原本在前台的瑪格莉塔 也跑到了後台去 而且仔細看 當瑪格莉塔說要去後台找Michael的時候 Claire的表現非常有趣 好像真的是有什麼事情要被拆穿了一樣 瑪格莉塔又補上了一槍 那就是他曾經聽到雙胞胎跟他說 他們會丈量自己的衣服尺寸作為模板 而證據是Claire在公寓有一把軟捲尺 你們去找找看就知道 他只要一回到公寓 就會去量櫃子裡衣服的尺寸 並把比例記錄下來 把比例抄下來後 回到工作室就會開始畫草圖 這絕對是犯規的 至於Michael是怎麼知道的呢 這裡就要講到很智障的點了 是Claire自己告訴他的 後台這邊熱絡的刺激 前台這邊也不容小緒 因為雙胞胎丈量模板這件事情 好像是眾所皆知的公開資訊 聽聞此次的Tim也下令清查此次 務必讓他水落石出 於是告狀完的Michael回到了前台 並為他的衝動道歉 但他實在是無法忍受一個名不符實的冠軍發言 同時也宣稱他可以指出 Claire本季所有設計師參考哪一件衣服 Claire沒有座椅代幣 他認為大家就是來比賽激發靈感而已 每個人或多或少 都會從別人的作品中發現優點 評審居然也認同Claire這一席話 這個評審阿姨說的話更讓我吐血 說什麼你們應該好好提升自己的設計實力 而非一直去抓別人的小把柄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有點驚訝 對手有作弊嫌疑 你不讓我說是要眼睜睜讓別人幹掉我是不是 這比賽是有獎金的 你是潑尿酸打到智商都沒了是不是 不要說這大姐了 其他評審也都是這樣想的 哇 雙胞胎自帶降智商光環啊 怎麼這集除了瑪格莉塔跟Michael以外 其他人都變笨了 最後評審懶得去求證事實 硬是把冠軍頒給了Claire 回到後台的Claire持續暴走 堅持自己沒有作弊 還認為Michael的控訴對他來說是一種人身攻擊 估計是眾人都對雙胞胎不爽很久了 所有人開始矛起來質問Claire 最後Claire在情急之下說出了真相 他確實是量過了背心的尺寸 還畫過了背心的輪廓 而這件背心在先前的討論中 被Claire證實就是放在公寓中 於是本季智商最高的大學教授將一切都串了起來 所以你住的地方有放皮尺 這明顯違反了比賽規則 Claire泄氣的表情也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久後Tim回到了選手休息室 並宣布確實在公寓裡面搜到了一把皮尺 Claire也承認了他作弊的行為 並用他測量了一件背心跟褲子 最後Claire被撤回了獎勵 並被取消了比賽資格 看完這集後再回頭看雙胞胎過去的比賽 瞬間會覺得一切都串了起來 因為雙胞胎很常在兩天賽的第一天做不出什麼成品 第二天就突然有東西 不然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設計完全不一樣 原來是回家良靈趕去啦 結果在爆料大會的時候 Claire又把這件事情上升到一個全新的羅生門境界 他在爆料大會中否認他有在宿舍裡面使用皮尺 Claire給出的理由是 某天從工作室回來的時候 他不小心把捲尺帶回了宿舍 但並沒有在宿舍丈量衣服 而是在工作室的廁所裡面測量的 但這個說法依然是破綻百出 首先你不小心把皮尺帶回宿舍 你可以再把他帶回工作室啊 把皮尺留在宿舍找死嗎 再來你說你是在工作室的廁所量衣服 就問你沒事幹嘛跑到廁所去量衣服 找死嗎 總之到了第八集以後 雙胞胎也就全數遭到淘汰 從雙胞胎被淘汰以後 工作室宛如煥然一新 觀影體驗非常舒服 好的我來簡單總結一下 這對雙胞胎 我不太喜歡這樣攻擊人 但他們兩個的智商真的有點堪憂 啊是不是有點太直接了 婉轉一點好了 他們沒有那麼聰明 我真心覺得這兩個人很奇葩 不管是姊姊還是妹妹都一樣 他們很喜歡幹壞事以後 到處宣傳自己幹的哪些蠢事 然後也不想想其他人已經奪不爽自己了 根本就是把自爆按鈕給敵人保管 前期抱團就算了 大家靠北歸靠北 還是睜一隻眼逼一隻眼 結果越來越誇張 什麼叫你做好以後也要幫我做 當其他人都是瞎子就對了 後期在宿舍偷涼衣服也算了 偏偏要找人討論 你們真的是巴不得自己被發現做壞事耶 平常比賽低調點就算了 結果每次都吵得要死 只插勺幾顆音箱 就能把工作室當成練團試用了 有點實力也就算了 結果妹妹根本就不會做衣服 姊姊的衣服全部都是抄的 哇靠 怎麼會有這麼屌的選手啊 重點是還能活到中段名次 到底怎麼辦到的 但有一說一 我看雙胞胎比賽還是蠻歡樂的 因為他們真的是每一集 都在刷新我的智商下線 每一場比賽我都會想說 看看你們這場又能搞出什麼花招來 賽後兩個人的資料真的不多 可能是被觀眾轟得太慘 但早在參賽以前 兩姊妹就已經創立了Shack and the A-Triple W品牌 專注打造奢華街頭時尚風格 好的也是時候來說說我對於16G的看法了 直接給大家懶人包 這季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想看drama的看前八集因為有雙胞胎 不想看drama的只想看真實力的 從第九集開始看就好 因為沒有雙胞胎 但撇除雙胞胎 本季的絕大部分選手都非常可愛跟友善 選手的成長跟進步都很明顯 總之這季我還是覺得蠻好看的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那等大家 我們下支影片 你陣下支影片 請 ここ